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头看 这是网站后台 进入Avada 这是Avada主题的面板 最终呈现出来的网站的样子是这样的 我们以后要改这个网站 就要通过Avada主题面板里面的很多功能 以及页面的功能来修改这些内容 先从这个面板第一行说起 这是Avada主题的logo 标志 它后面有三个菜单 第一个是选项 第二个是网站 第三个是维护 先说选项 选项里面有两个 一个叫全局选项 就是我在以前课程中总说的那个主题选项 这个界面老学员应该是很熟悉的 选项菜单的第二个叫编辑器选项 这个编辑器选项以前也是有的 只不过用到的机会不多 第二个是网站 就是预见网站 单位演示站 第三项是维护 这个维护和系统相关 第一个是打补丁 默认进入第一个是打补丁 第二个是插件 在Avada5的那个版本里面 这个插件是在这个位置的 因为它比较重要 这是插件的面板 上面这一组是插件 下面这一组是附加的功能 比如有很多同学想要一个效果 它想在手机上实现多链 可以安装 先购买再安装这个附处组件 附加组件 第三个是更新日志 现在是7.2.1 是2020年12月21号更新的 看来Avada的开发者在憋大招 这有几个月都没更新了 第四个是支持 主要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快速指南 一个是文档 它这个是在线文档 第三个是提交供单 有问题可以从这开供单 这个文档经常用 我也会经常从这些文档里面学习 这是第一行 最后这个按钮是Avada Live 这是Avada主题的实时编辑器 从Avada 6版本的时候增加了这个 Avada Live 第一行说完了 下面介绍第二行 这是Avada主题的当前版本 这个绿色的是已经注册 然后后面 后面还有四个菜单 这些是Avada 6 特别是Avada 7的一些新功能 比如第一个是布局 它有一个布局的编辑器 还有一个布局选区的一个builder 这个布局编辑器很灵活 但是使用起来会比较的复杂 这个等有时间 我会单独开几个课时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布局的编辑器 还有这个是布局选区的编辑器 简单的说 它这个布局编辑器就是把一个页面 我们先看全局的 它分成了四块 第一块是头部 页头 最后一个是页角 然后这是标题栏 也就是内容上面标题 头部下面那么一个位置 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头部 这个区域是title 下面这个区域是内容 最后是页角 每个页面或者是每一类页面 都可以随意组合 这是Avada 6之前不具备的功能 虽然Avada 6也增加了一些这方面的功能 但是不完善 它是到了Avada 7之后才完善的 现在感觉越弄越复杂 第二组是图标 这是自定义图标 如果我们觉得Avada主题提供的那些图标不好用 我们需要手动上传 可以从这上传 这也是新功能 在之前的教程中没有介绍过 第三个是表单 Avada 7最近版本才增加的功能 这个表单可以想象成是CF7 CF7表单在之前的课程中介绍过多次了 现在Avada主题把这个功能给集成了 可以发邮件 也可以写入到数据库 很方便 我测试了一下还不错 这样就省掉了两个插件 一个是CF7 还有一个是那个SMTP 第四个功能是酷 关于酷的功能 老版本的Avada主题也是支持的 比如这个全局酷 还有模板酷 还有这个容器酷 裂酷 还有元素酷 这个在之前也介绍过 现在它放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修改网站最常用的 那就是这个主题选项 还有一个就是页面里面的页面选项 就是每个页面下面的这一组设置 现在看到的是Avada Builder 这是我比较喜欢用的编辑器 它还有一个编辑器是Avada Live 这个编辑器 虽然是可视化的 但是我们在国内访问并不是很流畅 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需要加载很多国外媒体的资源 比如现在正在加载Twitter的东西 如果是在国外 这就不成问题了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